中文的发音 来中国却发现 中国人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真是让人沮丧呀 对吧 我认为一般我们听不懂你们的中文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可能是你们的句子结构不符合中文的语法规则 第二个呢 是因为你们的发音和中文的标准发音相差太远了 那这一节课我们就来讲一讲发音 最近我在帮一位美国学生提高发音 我这位美国学生啊 他的中文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我认为比HSK六级高很多呢 因为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去想用什么样的词更简单 用什么词他才能听得懂 我就像和别的中国人说话一样和他说话 他能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那为什么他还要去提高他的中文发音呢 他也告诉我 他来中国的时候呀 中国人也常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另外呀 他在美国也是一位中文老师 所以呀 他的工作对发音的要求也非常高 那对于他这么高级水平的学生 我是怎样来帮他们提高发音的呢 今天我想分享一些我们课里的内容 其实中文真的没有很多基础的语法和发音的规则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在知道了和学习了这些规则以后 能够一步一步的在老师的指导下 把他们练习用对 改正每一个细小的错误 这样我们的中文表达和发音就会越来越好 那一般呢 对中级和高级的学生 我都会根据他们的兴趣 给他们安排上课的材料 因为我认为 不管我们学习什么话题 我们要遵守的基础的语法 或者是发音的规则是一样的 重要的是你们做你们喜欢的事情 你们能够更快的掌握这一门技能 所以对于这个美国的学生呀 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一个心理学课程 那在每一次上课以前呀 我就给他发一些心理学的资料 他先是自己练习 那在上课的过程中呢 他可以先问我一些 他练习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然后再足字的读这些句子 每一个句子后面我们会停一下 我告诉他哪一个词读得不对 然后呢 在每一节课的最后 我也给他总结一下 他大概存在哪些问题 那这几个月下来呀 我发现像他水平这么高的学生 他的发音的问题和大部分我们其他的同学是一样的 只要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呢 是发音部位一样的词发不清楚 在中文里面我们有很多组拼音字母 他的发音的部位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气流出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他们是怎么发的 比如说拨 泼 摸 这三个词都是用到我们的上嘴唇和下嘴唇 就是双唇音 但是他们的气出来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说气受阻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造成了我们听到的感觉不一样 拨 拨 摸 再比如 得 特 呢 勒 是舌尖 顶住上齿 吟 发音 再比如 姬 气 吸 是舌面的前 前部顶住印 饿 就这个地方 印的这个地方发音 而歌 咳 喝 这三个 则是用舌根发音 第二个问题呢 是声调 我们都知道汉语中有四个基础声调 和一个轻声 但是呀 我们这些声音啊 经常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呢 我更建议大家在词和句子中去练习发音 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练习 当然如果你一个字都还没有练好的话 那你就先练一个字吧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词和句子中练习 第三个呢 是自然和流畅的程度不一样 我遇到过一些学生呀 他们读的每一个字都非常的到位 听起来没有问题呀 但是呢 你会感觉他说话的时候呀 像个机器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呀 我们汉语中的每一个音节 我们不是完全的按照那四个基础音调 和一个轻声来发音的 而是每一个音节的音高和音长 都根据我们这个时候的 比如说情绪啊 语气啊 都会有所变化 所以呢 在句子中去练习更为重要 你更要去观察 我们在说这个句子的时候 每一个词的长度啊 是怎么去变化的 或者我们的音高 是怎么样去更顺滑的 过渡到下一个音节 那针对以上的这三个问题啊 我为大家准备了五个绕口令 分别用来锻炼我们不同的发音部位 和我们的音高 在我们练习之前啊 我想说的是 我们读绕口令不是为了要读得很快 而是要读得很准 在准的基础上去学习怎么样去自然的过渡 读得更像自然流利的中文 好吗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绕口令 第一个绕口令呢 是用来练习我们的双唇音 波波的 那练习这个绕口令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的上嘴唇和下嘴唇的运动 好 开始 标冰怕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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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好 下面是第二个绕口令 是用来绕口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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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来� 好,再来一遍 好,下面呢,是练习我们的舌面前音 几和七这两个音呢,翻译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舌面前面的部分和我们的音额 这个音的地方来翻译 好,现在我们开始 七加一,七减一,加完减完等于几 七加一,七减一,加完减完还是七 好,我们再来一遍 七加一,七减一,加完减完等于几 七加一,七减一,加完减完还是七 好,下面是我们的第四个绕口令 它练习的是舌面后音,也就是舌根音 割和磕 那我们应该用舌根这个地方去翻译 好,我们开始 割胯刮框过宽钩 赶快过钩看怪狗 光看怪狗刮框扣 刮滚框空割怪狗 好,我们再来一遍 割胯刮框过宽钩 赶快过钩看怪狗 光看怪狗刮框扣 刮滚框空割怪狗 好,以上的四个绕口令啊 都是为了练习我们的发音部位 也像我们运动时的热身运动一样 从舌尖到舌面到舌中到舌根 我们都练习了 那下面的第五个绕口令啊 我们就是为了练习我们的音调 这第五个绕口令啊 叫 它是一篇文言文 是中国语言学家 赵元润先生 为了帮助我们发音 专门写的 好,现在我们开始 记得 好,以上就是我想为大家分享的 练习中文发音的五个绕口令 如果你喜欢我的课 欢迎你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Marco Polo Mandarin 如果你需要一对一的中文辅导课程 也欢迎你通过我的网站 Marco Polo Mandarin.com联系我 如果你有正在学中文的同学 也欢迎你把我的视频课程分享给他们 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 我们下一节课见 再见